欢迎锁定今晚九点热话题 我是叶佳荣 在蓝白河破局之后呢 国民党的区域立委选情受到不小的冲击 而传出赵绍康打算建议党中央开放 让柯文哲帮忙站台 可是党主席朱立伦重申 为坚持既有的原则 把治理中华民国 扑付给国民党 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民 阿们 在秘书长黄建廷带领之下 圣诞点灯祈福一式上 来迎党籍干部一一祷告 耶稣的爱会造领我们每一位 降临每一位我们的身上 让我们国民党受到最大的祝福 淡出了信仰力量 地方选举上也要团结更多 可团结的力量 我们一切都以党中央的规划 党中央的讲法为讲法 目前为止还是不欢迎柯文哲来了 会谈到这个问题 权益传出赵绍康反映小鸡声音 逆风向党中央建议 应该开放柯文哲帮忙拉台选情 特别是党内预估与绿营拉锯的 新北洪梦凯 李静杰 廖先祥 台中盐宽恒 罗廷伟 高雄 李梅政济 南投邮浩等人 都需要其他阵营相挺 没有办法接受 我们就坚定支持 国民党籍的总统候选人侯康佩 我们还是希望 党中央能够帮忙想一些方法 或者是给予更多的资源 让我们能够更稳定的 来取得这一场胜选 希望党中央能介入处理 只是这答案或许不会让小鸡满意 总统的部分是竞争的 我们还是坚持我们原来的原则 但是在立委的部分相互支持 能够让我们的立委 其次极大化 这是我们的目标 就是不让柯文哲有地方去 但来营没提名的立委选区里 则不另把其他母鸡借出去 像是台中第一选区蔡壁如 已确定邀请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韩国瑜前市长他会到清水来 跟我们一起户外开架 大家的一致的想法就是集中选票 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 来做海线翻转 在地方上与来营提名的 好像没两样不像 其他选家需要处处提防 虽然这国民党的禁科令 还没有松绑 可是柯文哲透露 自己最擅长的就是空战了 已经有国民党的小鸡 不畏禁令找他合作拍影片 可文哲接受专访大爆料 有国民党小鸡 不畏党记也要找他合拍影片 采取策略就是先拍 再说直直朗蓝白合作 有些尴尬 但更尴尬的恐怕是 柯文哲表态挺立院农头 支持韩国瑜 但黄国昌若顺利进军立院 投得下去吗 强调民主的重要性 柯文哲凭借受专访 强化空战 或许也跟近期民调 调车围有关系 幕后人员就定位 简约峰设计的摄影棚 就隐藏在柯文哲竞选总部 首播将在7号正式亮相 柯文哲自办节目名称 KPTV串联空战 要打出选战重贯线 以直播竞选活动 政策记者会为主轴 要挑战每天8小时 未来不排除24小时 将打造第一个总统候选人的 实景秀 也可以拍柯文哲他的会议过程 那虽然说没有声音 但是或许可以看到 他在里面的一些肢体动作 国姓委员呢 他也非常的乐于 来加入我们的直播的行列 要把空战极大化 柯文哲除了与网友面对面外 也没在怕要直球对决科黑 只是陆战脚步也不能停 柯文哲的粉丝还成立后援会 贴出柯文哲多个行程 只是发现好几个地点 仍是空白 这是陆战遇到窘境吗 我们是跳脱传统蓝绿的版图 它就已经不是一个传统的权战 权战倒数先把竞选主轴 打回最擅长的空战模式 TVB新闻东西年轩 台北长报道 权战倒数最后38天 各家媒体机构做了民调 到底该如何解读才会准确呢 资深记者邱婉柔带我们了解 每到选举期间 这民调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各市都有 像是在总统大选登记之后 有多份的民调都显示出 赖骚配是稳定领先的 甚至侯康配还超越了柯英配 而且柯英配是不断下滑的 像也被质疑说 这个民众党是否已经被边缘化 而变成蓝绿对决了呢 这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 游英龙他就教大家 这个民调到底要怎么看 才能真正看出门道德 他认为说有三个评判标准 第一个就是这个民调 是否采取真人电话访谈的 如果是就可以采纳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是可以被搁置的 第二个就这个民调 是否采用这个试化跟手机并用 因为现在很多人家里 是没有试化的 如果是当然也是可以优先采纳 那如果不是的话 只是就可以存餐 第三点就是民调机构 如果他是长期经营的 但如果这个民调机构 是临时蹦出来的话 这个前者的可信度 也会比后者还要高 尤其这个权势化民调 可能会高估两大党的支持度 而不利于小党的候选人 在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柯文哲最近被打得很惨 所以当中也牵涉到 民调责任的伦理问题 所以游英龙也进一步透露说 社会应该给予适度的关注才对 而就他来评断 现在的总统选情 民调到底如何呢 他自己认为说 不管是赖骚侯康还是柯英配 还是呈现三足鼎立的态势 但是赖骚配已经渐渐拉开 跟蓝白的差距 国民党立委参选人徐晓星 今天揭露一份机密文件 他批评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 肖美琴对美国是卑躬屈膝 他早就知道台湾要开放莱猪 却无法加入IPEF印太经济架构 现在目前好感度 您是名列第一哦 您怎么看 谢谢大家的鼓励 快会离开党中央 原来是在忙这个 接待来自欧洲的资深媒体团 肖美琴展现英文实力和国际经验 不过他的驻美公诉 现在被拦淫质疑 根本不是台湾赞猫 是美国宠苗 在当下四月的时候 我方的代表 包含肖美琴等人 他们就已经知道了 我们吃的萊猪 我们开放的福食 那实际上面 其实这个是付出了很多的政治代价 但是美国仍然不支持台湾加入区域经济整合 拿出这份号称是正确的机密文件 讨论的是IPEF的内容与进度 在谈判的过程当中 对方不仅不理会我们 我们还一直用这种 卑躬屈膝的态度面对美方 这几年 我让台湾人是更有尊严 在美国只要是台湾人 我们其实是更受到尊敬的 所以完全没有所谓的 这个让人觉得 我们一定是要卑躬屈膝 赖白发言人赵益祥发文指出 IPEF至今未完成谈判 美国在国内压力下 拜登政府已宣布战缓数位贸易章节 协定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反观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 已达成第一阶段协议 而徐晓信也说拿到这份文件 其实预定2026年12月31日才能解密 如果这文件是真实的 那如何流出 如何取得 是不是合法的方法 那这个当然必须要做这个事后的调查 只是萧美琴上直播节目提到总统 却脱口这段话 像是我觉得我比他社会化这样 就是从政之前 他的生活形态 就是 这个基层算是接触比较少 但是当然他这几年已经跟我们一样了 好险好险 有赶紧远回来 TVB的新闻 李国伟 黄俊维 黄富华 刘婷婷 H1小组 台报道 周选会昨天公布了几位候选人的财产资料 民众党的吴欣宁就被质疑 只申报自己的 难道他的丈夫名下都没有财产吗 不过竞选总干事 黄珊珊强调一切都合法 媒体人帮赖兴德出书 封面是Q版矿工 就想用矿工之子拉近赖与选民距离 尤其中选会刚公布了财产申报 赖兴德可是为二债务超出存款的人 他与配偶名下在台南是两笔不动产 存款215万元 房贷1386万 当当校美琴则有八笔土地建物 存款破1500万元 房贷169万 外太太叫这任美玲 我要谢谢她 蓝英洪友宜在台北和嘉义县 总共无比土地建物 存款接近4000万 并且太太任美玲是包租婆 扶手赵少康双北15笔不动产 存款逼近8000万 但房贷也有4710万元 其实那个钱都我太太在搞的话 也不清楚 柯文指责的太太 陈沛琪的理财下 有15笔不动产 存款2400多万 而外界最后期的新光公主吴欣盈 她在新北市一笔土地 英国一笔房产 存款250万元 有价债券总价格3600多万 有一套价值800万元 蓝宝石珠宝负债900多万 只是怎么不见她先生的财产申报 她在去年就任立法委员 到现在为止 她的申报都是按照法律的规定 我想这个有质疑的人就请她提出她的证据来吧 而若只针对总存款比较 侯赵沛两人高达1.1亿余元 为三人最多 蓝宝贝1762万元 水平好奇 候选人们的身材理财之道 也摸摸自己的荷包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侯友宜在全台各地的积极造势 不过这宣传旗帜上面 却写着我参加了 是不是代表志在参加不计输赢呢 不过侯友宜她的解读是 这个意思是支持者一起加入明年的胜选行列 全台里长联谊会上千里长挺猴 手上挥舞着国旗配色加油旗 只是仔细一看上面还有写字 2024我参加了 只是这几个字在PTT上掀起讨论 有人认为设计比国民党以往好不少 没敢有提升 但也有人认为像是在说志在参加 自己有选就好 赢不赢不重要 侯友宜亲自解释 说这四个字是送给支持者 表示参加胜选行列的意思 而最近发布和赵少康的合照也有话题 就是这张照片被说像国父孙中山和前总统蒋中正的合影 无间道我们像这个怎么像那个 像什么国父跟你们都活在历史里面完全不知道流行 侯康佩底定后选战增添不少话题 而郭董确定不选先前挺郭色彩浓厚的地方大咖 花莲富昆奇 彰化张荣卫 屏东周典论现在也已归队力挺侯康 5号的苗一大造势展现蓝军气势 大进场走了20分钟 接着开始全台连续共识五场到选前之夜 蓝白分手没关系 蓝军归队才有一拼机会 而台湾这次大选外国媒体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纽约时报专文指出 台湾的年轻选民关注民生问题 是更胜于台海和平的 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宛柔 总统大选的选情 外媒也是非常的关注 这一次他们特别调查了年轻人的投票意愿 年轻人关注哪些议题呢 像是高房租高房载以及电话诈骗等 这些都是在论坛上面的年轻选民 对候选人所抛出的问题 年轻人关心的是跟自己周遭生活有关的 因为很多台湾选民都厌倦了地缘政治 也就是两岸关系 渴望看到选举关注台湾人的需求 而这个房价涨薪资停滞 以及这职业看不到前景 都是年轻人所在乎的 所以纽约时报更进一步指出 这个大选表面上受关注的重点 就是我们看到的两岸情势的发展 但影响选举结果的恐怕不是地缘政治 那再来看到这三组候选人的年轻人支持度 20到29岁的 根据美丽岛电子报民调 最高的还是赖萧配有37.1% 但是柯英配也有23% 侯康配最后只有19.5% 不过专家也强调说 最后几周人就可能出现变化 为什么呢 因为选民不满的情绪 我们也看到让民众党崛起 民众党会不会再往上升 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他们有抓住选民不满的民生议题 那民众党的宣誓在蓝白河破局之后 虽然目前是有所顿挫的 但纽约时报也认为说 举送了年轻选民的投票意向 还是会对明年的总统大选发生影响 不过提到两岸关系 最近共军又频频的侵扰台湾 上个月底海军敌化舰在西部海域 发现两艘共军舰艇 立刻广播驱离 不过对方竟然回呛 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 我海军广播要求驱离 因为又有大陆军舰 出现在我西部外海 共军军舰直接呛吓 还说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 十一月三十号 海军敌化舰在台湾西部外海 发现共军企图进入台湾 二十四里临街区 根据军事粉砖的录音 敌化舰在对共舰广播驱离时 对方相当挑衅 我海军也不是省油的灯 一打二捍卫海疆 国防部接入共军 十一月三十日当天 进行联合战备警巡 争获共机二十四架刺 以及共建六艘刺在台海周边活动 事实上同一天 十一月三十号 恒春外海才有大陆级的拖船 以风浪过大为由 进入猫鼻头海域滞留 还呛不是台湾领土 十六月六日中午 美P8A反潜机 由北向南 航津台湾海峡 国军全程掌握周边 海空域的动态 军事迷也有注意到 美军从冲绳起飞之后的航机图 台湾大选逼近 共军是否升高军事活动力度 又有何象征性 令人玩味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民进党立委的选情 其实有几个选区是岌岌可为的 有非常高的几率 最后会被翻转 宛柔有更多的分析 带我们来看 明年一月十三号 不只要选总统 当然也要选立委 那么咨询媒体人黄阳明 他就以台北市的两个选区为例 来分析说 到底会不会被反转 先来看到台北市的第五选区 中正万华区 现在的立委是林长佐 而上一次挑战者是林玉芳 两个人差距只有2.97% 林长佐的得票率是44.91% 林玉芳是41.94% 可以说是非常的近 而当时还有一个徐立信 无党籍参选 那他吃到的是白的选票 这一次国民党推出中小平 民进党吴佩毅 还有一个艺人出身的余美人 以无党籍来参战 但其实除了这三个人之外 总共有10个人来登记参选的 那么现在第三势力 是否会威胁到蓝绿 他认为翻转机率只有50%左右 而再来看到这个台北市 第四选区港湖区 上一次也是激战区 因为高家瑜 他得票率是50.1% 但林玉芳也不差 有47.44% 两个人的差距 也是在3%以内 那么这一次 两个人又要再度对决了 不过除了他们之外 还多了一个激进党的无心带 这无心带吃到的 不只是这个非蓝绿的选票 甚至深绿的 也有可能会投他 因为很多人是不满意 高家瑜的 所以这一次的高家瑜 连任难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 他认为这个区域 被翻转的几率高达九成 还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拿起手机 扫我们旁边的QR call 加入TVBS新闻APP 更多的及时信息 带你一手掌握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